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應該這一集是兔年的第一集 兔年一集當然在這裡 先祝大家新一年身體健康 因為現在流感很窗截 所以希望不要流感翻丁 我公祝大家動藥脫兔 一隻兔仔脫穎而出 沒有人阻止他 照走可也 千萬不要中那群權貴的搞兔三挖的計 因為他有無數的鬥 所以另外唐英年扔一扔食就走了 又說另一件事 這叫做搞兔三挖 非常狡猾 這裏就說貧富懸殊 官署有結沒有根據 這裏就說搞關愛基金 你搞甚麼 如果你是活動的 不是有貧富懸殊 那你搞甚麼關愛基金 為甚麼搞口費 第三個就是大家要慎防 吐死狗胖 吐盡工廠 就是說我們在這裏捱 捱捱捱捱 聽政府說如果經濟復甦 就會有好日子過 如果我們泡錢給有錢人 或者我們給政策給有錢人發達 滴漏原理大家就會有好日子過 這完全是穩笨的 就是吐盡工廠 吐死狗胖 就是說兔子都落了鑊 那你便變了狗 給人家煮飯吃 或者好像一把弓 一把弓可以速諸高國 我希望不會發生這個情況 長毛說了很多關於兔子的下場 無論有一套很古古惑 有一套可能 如果以為自己在一個安全的環境 而不居安施危 相信某方面的看法 可能連條命仔都沒有 其實長毛說了一件事 就是前幾個星期都說到 師長在亂石頭琳 不知是投了舊石 去到這個回合 去到智庫組織 然後在一班記招 或者在一班年輕人面前 就盡數八十個筆試 然後有一些機構對於 唐師長說法不滿意 就發動了一些 可能網上的一些 簽名聯署 無論在Facebook 或者上個正星期日 其實都有些組織 這就是過年之前的星期日 搞了一些示威 分別去了譬如說 新世界 長江和政府總部 其實在整個遊行裏面 最值得注意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現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對立 其實不是一個世代之爭 其實是一個階級鬥爭 剛才說回階級鬥爭 很多人都覺得 階級鬥爭 是不是我讀中學時 說到俄國大革命 或者說到四九年之後 中共建政之後 說到那種階級鬥爭 是不是階級鬥爭 現在已經沒有人說 很老土 但實際上 我們在十一世紀 在現在再重新理解階級 或者重新理解階級鬥爭的時候 可能我們現在的處境 是賦予這個階級鬥爭 或者是屬性鬥爭 或是屬性鬥爭 或者屬性鬥爭 在高鐵的撥款時 有差不多一萬人圍著立法會 之後 人們陸續散去一個集會 即是在立法會門外的集會 即是說那些人已經離開了 留下的人在集會時 是我提出來的 即是我說的 我原話是說甚麼呢 就是我在立法會的門外 就面向著太子大廈 即是見了所有最美的樓 即是文華大廈 匯豐銀行全部在我的眼底 其實當日我唱了一首歌 就是毛主席語錄的歌 就是《世界是你們的》 這首歌為甚麼會來呢 話說毛澤東有一年訪問蘇聯 接見當時中國留學生說的 《世界是你們的》 《也是我我們的》 《大事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你們青年人》 《朝氣蓬佩》 《朝氣蓬佩》 《好象八九點鐘太陽》 《世界》 《宗教是屬於你們的》 勉勵這班人 當然在文革這首歌當然很行 因為老毛煽動一些年輕人 以學生為主的年輕人出來造反 所謂要奪權 要將資產階級的路線 執行資產階級路線的 或者修正主義的老毛的政敵 中共的權貴鬥爭他們 甚至拘捕他們 拘捕不是他執行的 是公安執行的 沒有人可以拘捕人 最後來都是公安執行的 一些特別的衛隊 武裝力做的 我當日就說 這個哪裏是背代之爭 我講了背代之爭 他們現在用世代之爭 差不多了 這裏是背代之爭 你看看 高樓大廈 這些是他們的不是我們的 而是高鐵令社會整體的利益 尤其是窮人的利益受損 我這樣說 所以 我講了這番說話 當然我講的不是姓氏 只是在集會那裏 說一下 過了年多 我記得 特區政府的官商勾結 是更加嚴重 我都講的貧富懸殊 是更加嚴重 你怎能怪80後 繼續說這個問題 而實際上80後已經 沒有主動說 是唐英年 彈頭說的 那他們反擊有甚麼問題 所以其實為何是階級鬥爭 其實不是說80後這班人是進行的鬥爭 而是他講的議題 他抗爭的東西 實際上是階級的問題 是有層次的 80後做的當然不是階級鬥爭 他都不是 有些是讀書 有些都未做事 其實是他們作為一個新的背代 即是說年輕人 他看到了整個問題所在 他講了這個社會是分裂成為 不同的利益集團 有些不同的利益集團 是永遠都是upperhand 因為他們壟斷了權力 這個就是所謂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不一定好像香港出現 就算有一個民主政體出現 亦都有階級鬥爭 因為當 何謂階級 階級就很簡單 就是當我們社會的生產裏面 某一個集團的人 在這個生產的過程裏面 何謂生產對象 土地就是生產對象 生產司優就是泥扒 這些東西 他擁不擁有 他有沒有辦法運用 自由地運用 有沒有辦法 是將他由於這個關係裏面 對於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分配 有沒有干預 這個結果 在不同的集團之間的公道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就是所謂階級 如果你分析階級 不在社會裏面的生產 財富的生產 實物的生產 利潤的生產 利息的生產 貨幣的生產 或者貨幣的增值 你不是從這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明白甚麼是階級 現在香港就有 有三百多萬是工人階級 他沒有 他去上班 生產資料 即是那些工具材料 是他老闆提供的 他生產場地是老闆提供的 是不是 他們是拿工資的 他們拿工資之後 是將他上班的時間 賣給他老闆 他老闆買的時間是沒有意思的 買的時間是沒有意思的 就是買的生產力 是不是 無論你是聽電話也好 你是捧餐也好 是不是 你生產了一些東西出來 你自己的勞動力已經是產品 你的勞動力已經是產品 你自己令到你自己繼續生存 但是你將你的勞動力當作商品 買了出去 去換回另外的商品 甚麼是商品呢 就是貨幣 貨幣其實是商品交換的媒介 也都本身是商品 是不是 你拿了一些貨幣回來 再買其他商品來滿足自己的需要 有些是要你吃 有些是要你穿 有些是給租 這個階級的意義就是這樣 當然隨著社會的生產的發展 技術的發展是會產生不同的階層 其實如果你劃分操 那劃分就是 有些是老闆 他是用錢去買其他人的勞動 那就是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就是 他沒有這個 剛才我們說的東西 他只是買他的勞動力 那就是叫做無產階級 當然在社會中間有很多不同的層次 In short 有些人就懶得分 就叫中產階級 即兩人都不是他中產階級 當然階級裏面都有不同的階層 譬如一間技術的工人 和一個沒有非技術工人 他們中間在社會裏面的位置不同 是源於他生產的過程裏面不同 是嗎 技術工人因為他的勞動力 是一個比較貴的商品 這個非技術工人他的勞動力 是一種比較便宜的商品 在這個關係裏面 他會形成了不同的意識 不同的組織力 和不同的社會地位 所以階級就是這樣 階級的矛盾是甚麼呢 就是客觀存在的 階級鬥爭就不同 階級鬥爭就是 當這些階級利益之間的衝突 到某一個程度 那些階級不同階級的人 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 或者拿回自己應該得的東西 或者有人要拿一些他不應該得 越來越多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鬥爭 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的 但是潛藏的 因為有階級的矛盾 利益的衝突 這些階級鬥爭是潛藏的 但是當我們說 何謂交鬥爭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 不是潛藏的交鬥爭 是兩個階級已經感覺到自己的利益 因為階級本身不只是一個 在這個社會的生產關係裏面 你在對於生產的過程裏面 你扮演甚麼角色 以至影響到你在那個產品 或者資源財富的分配那裏 不是純粹的感 是你感不感覺到 所以階級鬥爭 一講到階級鬥爭 比較多就是那些階級感覺到 自己的社會的存在 自己的社會的位置 開始提出他對於這個社會的訴求 其實對於這個社會訴求 當然是最主要就是向那些 在這個社會裏面主導地位的人 就是統治階級 或者是有產階級 就是這樣一回事 所以如果你說階級 其實都不是很恐怖 大部分的學者都承認 這個社會是有階級 有階級矛盾 有階級利益 或者甚至有階級鬥爭 都不奇怪 有些學者就覺得不用鬥爭 或者不要搞鬥爭 這個也是取態 但是階級鬥爭這件事 不是每一分鐘都會公開出現 潛暢在裏面 公開出現的時候 大家都不能夠否認 所以其實在這個馬克思主義裏 講階級的部分 不是馬克思做的 是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 或者其他國家都有這樣的講法 因為一個非常明顯 是有這樣的事情 問題馬克思怎樣說 就是當他研究 所有的階級社會的時候 去到資本主義 他發覺了一件事 就是勞動力作為產品 就是自己本身 人去不停地令自己生存 形成的勞動力 就是他可以去生產的能力 變成商品 他便覺得 是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所以他的講法就是 如果勞動者本身是能夠明白 能夠知道處境的時候 聯合起來 他是有機會把資本主義制度推翻 這個就是所謂階級鬥爭 經常階級鬥爭都沒有用 階級鬥爭的結果 你會不會認為是用無產階級專政 即是說 將來新的革命之後 是一種新的政治制度 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說法 當然是很複雜 在這裏很難說 我只想說一件事 無產階級專政是短暫的 這個馬克思說了 在巴黎公社總結的時候 他是一個短暫 即是資本主義革命 到社會主義之間的一個革命的專政 而他跟所有專政是不同的 就是他會消亡的 原因是說 當這個社會大部分的人 都沒有辦法剝削他人的時候 何來要對他專政呢 因為你消滅一個階級 不是可以殺光他 你殺了他的社會存在的基礎 社會存在的基礎一定是 會跟生產有關 因為我們人類最基本的活動 就是生產 而由於生產之間造成的 不同階級的關係 即是階級之間 現在生產關係裡面 不同的人的磨合衝突 這就是階級鬥爭 而馬克思就說 既然間這個社會主義 是要將私有制消滅的話 沒有可能的專政是越來越多 所以說馬克思主義會承認階級 階級矛盾 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革命 或階級革命專政 消亡是這樣的 會說法 所以跟共產黨說的不同 你見過了幾成六十年 專政越來越嚴重 基本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和侮辱 所以長毛都很詳細說關於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是一個 就是潛在的 或者是自發的階級鬥爭 嚴格來說不是階級鬥爭 其實是一種物理性的反應 階級鬥爭只會存在 階級本身都知道自己的社會地位是甚麼 而且要改變它 就是所謂階級鬥爭 有一個意識在這裏 所謂自為階級 即是說階級意識 馬克思在評論無限階級的時候 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哲學掌握了工人 而工人又掌握了哲學的時候 他在巴黎首稿就不說 尤其是1843年的巴黎首稿 當時他都沒有研究經濟 他說這樣就是會把私後制消滅 所以其實整個意思是 階級一群人在這裏做事 他客觀上在社會分工裏面 在社會生產過程裏面 客觀上會產生一些社會地位 財富分配的區別 這個是階級 但是如果真是要做 成為一個階級 一定要有自衛 即是不是這個 徐波逐流 他是要感覺到一件事 所謂自衛到自在 這個當然是借用德國的 即是有個人認識 是個人認識 所以如果講過交鬥爭的時候 不同的階級當然是有意識 這個意識不是一個人半個人的意識 而這個意識 一個人半個人一群人的意識 令到那個階級的大部分成員都覺得 我們就是這個階級 我們有敵史的前途 我們在這個社會裏面有位置 我們要改變這個階級 如果一個沒有意識的階級 進行鬥爭之後 都一無所獲 很簡單就是 農民就是 很多小農 你如果搞他 他一定跟你拼命 但他沒有想過 社會將來要怎樣 他就是要保守土地 馬克思分析這個 1830年的 拿破崙三世上台的時候 就很清楚 就說 農民 他以為他是 支持這個皇帝 其實他正在支持 在皇帝後面的銀行家 即是金融資本家 他又說了 如果 甚麼叫做小農 農民 就是他的馬鈴薯 即是薯仔 一個個頂是沒有用的 一定要將他 放入袋子 放入袋子 除了組織他之外 其實你都要有個意識 農民要意識到自己 在過去他們是甚麼 現在他們是甚麼 將來有機會是甚麼 這個就是意識 所以任何的真正的抗爭 包括加級鬥爭 如果脫離了意識 是沒有可能做到的 即是說 如果很多的抗爭 他只是著眼於眼前的利益 或者只是爭取一些很短期的利益 這不是加級鬥爭其一部份 但其實是一個自發的抗爭 其實你有一句說話說 甚麼是工會主義 工聯主義是說 他是有意識地去反抗 不合理的公平制度 不合理的勞資關係 而是有意識地保障 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因為大部分工人覺得 你工資低便反對你 但他不會說 人工低其實是有原因的 是吧 我要將這個造成我們工資低 或者不停地隨著經濟的周期 而生活是好些可能差些 從來講越來越差 周期扭轉的時候 你就要自覺地反對整個制度 所以工人的自發運用 或者工會主義 就有雙重的屬性 他是很主動地去反對眼前的剝削 是很主動地去做 但其實他在支持整個制度 他只是說我做一日工 你就要給我合理的報酬 而不是說在整個大的社會 分工和生產關係 到底是否合理 即是面頭那一層 還是可以深一點去到後面那一層 所以階級鬥爭 其實都不是那麼恐怖 其實在歐洲的十七世紀 十八世紀 所有人都認為是有階級鬥爭 問題是怎樣鬥 所以說屬性鬥爭和戰鬥爭 都不分別 屬性鬥爭其實就是內戰 即是社會內戰 即是社會內部抗爭 或者真正打仗 最後來講其實就是一場不同的階級 用他們的力量甚至是暴力或者武裝力量 去強迫對方承認他們的存在 或者是作為一個社會的改造 所以長毛都很騙要地講到階級鬥爭 或者甚至階級鬥爭背後 工人背後的一些想法 究竟他只是針對 階級鬥爭可以反過來 大家不要忘記 不是一定工人向斥眼 斥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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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斥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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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資本主義是這樣的 自由主義是這樣的 市場經濟是這樣的 所以你說一個交易鬥爭如果沒有意識 沒有論述沒有理論的話實輸 而實際上在我們的社會內 既然是一個有產者的社會 主導生產和再生產 即是說不停重複生產階級 他在物質上 他的產品當然是他要了 然後再用工資利潤利息 派上去地租 而工資當然是最小的部分 但是大家要明白既然在物質上 生產和再生產都是他去控制的時候 你想想意識形態的生產 或者意識形態傳播的生產 是否由他主導 這就是其實El Jose說的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最淺白的說法 所以其實交易鬥爭不只是被統治的階級 是被統治一階級鬥爭 統治一階級每時每日都是因父之名 是向被統治一階級進行鬥爭的 只不過是合理化了 而他們也是一個上次的國家機器 就是警察 軍隊 法庭 全部都是維護現在這個私有制去工作 當然這些國家機器有時很強大 但是如果到社會已經崩解 即是資本主義的制度在某一個地方 在某一個區域裡面已經不合理的時候 他們建立的國家機器當然都會搖搖搖搖搖 因為那些人都是人 所以軍隊畫面就是這樣 或者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 國民黨有800萬的軍隊 而共產黨只有800萬的軍隊 那為何會輸呢 當然有很多因素 有間諜的因素 有這個因素 有這個因素 其實就是共產黨代表的利益 和國民黨代表的利益之間的較量 就是哪個階級 哪個社會集團 覺得共產黨是代表的利益 他便歸順 即是投入共產黨那邊 如果是斯文的便投票 如果已經打仗的時候便握槍 所以當共產黨1947年提出土改 土地改革法的時候 國民黨的軍隊便會變 因為很多打仗的士兵 其實就是農民 是不是 如果共產黨是土改 他還打來做甚麼 打了八年抗戰 你沒有理由支持一個 阻止自己的家人和兄弟姐妹 去拿一塊土地 脫離土地主的 苛索苛糟 為這個政權服務 打 提倡土地改革的政黨 所以其實 它兩個軍隊 兩個武裝力量 一個就是現時的國家機器 一個就是挑戰 現在的國家機器的武裝力量 打來戰 這個就是 Civil war is class war 是不是 Any civil war is class war 其實它是最後來這樣說 一定是這樣 所以 大家就是要講 加急鬥爭的時候 不用太害怕 你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它一定會來 問題是你站在哪邊 還有第二個就是 我想說 中共在加急鬥爭裏面 拿到農民階級的支持 拿到工人階級的支持 拿到小資產階級 甚至一部分中產階級的支持 因為國民黨太過貪污腐敗 是吧 這個弊制改革 土地改革 全部都是把錢 帶到最有錢的人那裏 而它整個國民黨裏面 的上層 或者在軍隊上的上層 大部分都是地主 或者有錢人的子女 所以軍隊裏面 都是加急鬥爭 是吧 如果你嚴格來說 這個機器 或者這個社會的常態 本身是很強勁的 好像一層用鐵釘打裝 打到很深的莊柱 的大廈 但是當下面崩潰的時候 所以這個世界沒有不倒的大廈 問題就是何時倒 好 節目到這裏 因為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有興趣 關於階級鬥爭 這些話題的話 也很歡迎 寄電郵去徐莫信箱 繼續追問 今天節目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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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